我是有这种突太大的问题 我是有这种突太大的问题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94节节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地球崛起的浪克 先前的话也给大家 做过这款游民了 对它的一个期待呢 非常的低 以至于说呢 最后呢玩起来的感觉呢 非常之OK 那么今天这款 同模异色版本的浪克的话呢 在台湾的一度呢 曾经它的原价呢 是在反斗城呢 或者是这个白货公司的原价 是台币799 但是呢 我在网路上呢 发信它的时候呢 居然已经挂到999块钱 我觉得非常奇怪 后来好像是这款玩具呢 有网友告诉我呢 它呢 在国外的话 是一个限定版本 它本来的一个基本定价呢 就比一般的美版玩具呢 要贵个美金5块钱 那所以它的量的话呢 跟基本定价呢 都是比较稀少 所以呢 在台湾的话呢 也一度呢 在网路上呢 曾经比较疯狂的去一个 就是价格呢 非常的高涨 那实际上的话呢 我跑了一趟反斗城之后呢 我运气不错啊 这个刚好呢 遇到它补货的日子啊 那我发现呢 它的架上呢 突然出现了 一口气出现了八只 这个浪克 还有另外 Voyage Cluster 这个冲锋 也是一口气来了八只 那我个人就判断说 这应该是有专箱了啊 那不然的话呢 不太可能会一下子补了八只 但其他的玩具数量呢 却没有增加 那不管怎么样 它的价格呢 目前呢 在网路上呢 已经实现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原则上呢 都已经有下销到 八百多块钱 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实际上 值不值得这个价呢 你心中有一把尺了啊 那作为一款同模 异色的版本的话呢 它的一个吸引力呢 到底大不大 这个很难说啊 为什么呢 尽管你名字 它是一个同模具啊 改颜色 但你还是会想买 这种事 就像西克小队 最经典就是西克小队了啊 那我说过三金头部队 还稍微有改一下飞机的样子 但是这个三金头部队的话呢 是改 可能就改脸部的表情而已了啊 那么这个游民跟浪克这两个家 我们真的只有改颜色而已 有啦 这个黑色的这个版本 这个浪克的话 它多了一把枪 它的一个枪是有两把的 那这个按照说明 盒子的外面呢 是只有一把枪 但是说明书的话呢 它是有两把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拿到两把枪 那两把枪的话呢 就是在安插的时候 就更加的一个诡异 这个武器外挂的一个情况 就会更加的不怎么好看 那以这两个 你要我 如果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呢 我当然会推荐你买黑色的这个浪克 原因有很多 第一 黑色的裂缝就没有那么清楚啊 这样两个摆在一起 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车裂缝的问题的话呢 黑色的版本的话呢 会明显的 这个一黑遮白丑呢 这是玩具的一个特色了 再来是这个枪的话 知道它还多了一把 是一个双枪 尽管说G1的玩具呢 它只有一把枪 而且是装在肩膀上 但是不管的话 它是多了一把 如果不能丢掉了 掉了的话 还有一把可以替换 再来是狂派标志的一个问题 这个白色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 但是黑色的话呢 它多了一个白色的边 感觉的话呢 这个狂派比较凶的一个样子 车窗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透明件 以及它的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线条 这个也是白色的这个游民呢 实际上是没有的 当然游民前面有多这一条 这一条金色的线了啊 那严格来说的话呢 两者呢 玩起来这个手感的话呢 差不多 那我们就来进行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 实际上的话呢 我这一款黑色的这个 这个浪克的话呢 我是有稍微动一点小手术的 也就是说呢 它在变形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呢 是掰不过去 我有用刀稍微削了一下 那在这个变形的过程的时候呢 从后面这个地方打开的话呢 是从后面这个地方拉着 它的话整个前方 会整个跟着弹开 我建议呢 你在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的移动的时候呢 就是透过这个地方去拖动它 OK 它会自动打到一个联动 如果你要再往上的时候呢 推到底的时候呢 就是 anyway就是你尽量不要去推这一块 会比较吃力 你从这个地方一推 它会蛮顺手的就上去了 那上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记得把这两个轮胎 给收进去 那么呢 这个轮胎两个收进去的话呢 我 最近的话呢 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是 高度去致敬到一个G1的玩具 我怎么说呢 G1的玩具的话呢 它就是 它G1的玩具呢 它真的是前轮后轮 就这样子 然后 就是它的 这两个轮胎是 在G1的玩具里头 这两个轮胎是留在 留在原地这里的 它就是这样翻起来 它差不多就变完了 然后手再打开 就已经差不多变完了 anyway 所以呢 这一次的这个玩具的话 后面留这个东西 其实是 真的是 真的是有它的一个用意存在的 是为了要把这个G1的 那个玩具的感觉给做出来 这个的话呢 我昨天的话呢 在网上呢 去特别去看了一下 这个玩具的一个 一些发展的一个历史啊 就觉得还是蛮有梗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头又扣不出来了啊 这个 也是这款玩具 我觉得有时候稍微 那很恼火的地方 这个 黑色的一个头雕 把它给扣出来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往上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个 黑色的凸 这里有个红色的凹 就是黑人跟印第安人的一个结合 OK 好 放上去了 那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转动一下 将这个拳头呢 给翻出来 那如果说呢 你非常恶搞 坚持呢 要把它这样说 它并行完成的话呢 也不是不行了啊 这也是一个 SDQ版的一个造型 特别是它还能够站得稳 这个也是 嗯 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玩法吧 那 G1的这个玩具的话呢 它的枪是不能握在手上 只能放在肩上的 只能放在肩上的 那这个就 还没了 其实还没完成 记得把这个腿呢 给翻出来 那腿翻出来的时候呢 这里是有一个黑色的凸 对 黑色的啊 这种 这种片子比较少啊 因为一般人比较不喜欢看 黑色的凸 对 黑色的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翻出来 那这里啊 顺便再提一下好了啊 这个 在变形成这个 嗯 这个地方给各位 在讲 虽然说我在做那个白色的那个 浪克的时候 有提过 这里是有一块凸啊 这一块 这一块凸 我手指尖指的这一块凸 它是要扣进内部 有一个 一个 记得这个地方扣进去 那我 我这一款玩具的话呢 我出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再把它变成 要把它变成人变车的时候呢 这块部件翻上去的时候 是翻不进去的啊 我把这一块部件啊 我的这 我的 这有点焦 我的凸呢 有点过大 所以呢 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放不进去的 稍好把我的凸呢 给稍微削 短一点 削 削薄一点点 稍微这样刮一下 刮一下 刮一下 把这一块削薄一点 我才能够顺利的呢 因为 这一块凸啊 是要翻到内侧去 要翻到内侧 但它 它就是卡住了啊 但它就卡住 那我不知道是我的个案呢 还是说各位都是一样 anyway就是 反正我是有这种凸太大的问题的啊 我是有这种凸太大的问题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啊 希望 嗯 希望是个案吧 那另外一把枪的话呢 因为附了两把嘛 就 好吧 我们就放在 手上吧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两个 红色的凸啊 扣进这个黑色的啊 然后就 这个印第安人还是 毕竟还是 克服不了黑人的障碍 啊 所以这个跟白色的 这个版本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一个 偏松的时候呢 卡的不是很紧了 那我们就快速的 把这个白色的 这个版本呢 啊 也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变形好了 两脚打开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玩具本身的变形 还是属于很流畅的啊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这样拿出来 扣上去 然后说 这个 这个感觉 动作很搞笑啊 但这个白色的玩具 你看 白色的玩具 一进来 这个画面的一个白平衡啊 就会被破坏掉啊 所以其实 我个人在拍白色的玩具的时候呢 是觉得比较恐怖一点的啊 这个 一样啊 这个地方扣不太出来 这个 让人觉得 小遗憾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扣上去 这个 理论上应该是 黑色的 凸对白色的凹 应该是 可以扣得很紧的 但是凡事都有意外 然后我们这个 手一样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呢 因为看我们节目呢 通常应该是没有女孩子了啊 所以呢 就是可以讲一些 嗯 就是你们爱听的那种东西 那实际上 现实生活中呢 各位最好不要在 妹子前面开晃枪啊 当然也不要讲一些空话啦 更不要吹牛啊 什么的啊 现在妹子都是很精明的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的一个 呃 浪克的一个变形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呢 不管 哪一个方面吧 我觉得还是这个黑色的版本 要好看的多 呃 光是多一把枪 对不对 肩上多一把炮呢 就威力就不一样了 胸口的一个狂派的标志 显眼程度呢 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红黑配色 以及呢 它的脸部的话呢 是红色的眼睛 黑色的口罩 但是面部的话呢 是有铁灰色的一个涂装 就感觉的话 就是更加的飘汉一点点 那背部 侧面的话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呃 模具没有什么改变了啊 站立心也是非常的不赖 你看到这后面 这个致敬到老玩具的一个 轮胎的一个设计 嗯 它不失为一个 有乐趣的一个 嗯 可以在手上 随时把玩的一个小玩具了 造型啊 部分这个 呃 关节的这个紧实度 也是很好 除了后面这个背包啊 就是这两个地方啊 扣的不是很稳以外 其实这款玩具还是蛮能让人放松的 蛮能让让人觉得 有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的 原则上呢 比较推荐 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呢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吧 那今天就会各位 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